我继续继续回来讲后面这地理分析 这地理分析大概就是在介绍 如果说圆圈圈很大 圆圈圈很大 对你有没有觉得说 假设我现在我现在是不是放很大 放很大这个区域 然后接下来我点回去别张资料表 然后我再点回来地理 它又恢复到原本那个缩小的状态 假设你就是先锁定 就是我不要再变来变去了 怎么做到这件事 其实在这个地方假设我先把它放大 假设我先放大到这种程度 然后接下来请问如何锁定现在的这个百分比 那是不是一样点选格式 这当然是跟这个地图的格式设定 然后接下来我们要设定什么 锁定地图控制项 自动缩放关闭 可以吗 在这个地方 这张图 这张图假设你要固定 不要再让变了电去 就点选格式 然后这边有一个叫做地图控制项 自动缩放把它关掉 它就锁定 锁定在 假设我今天我要这么大 然后你把这个自动缩放关掉 它就不会在那边动来动去了 好 这叫地图分析 好我们介绍了好多种分析 接下来我们要看的是联动分析了 联动分析绝对是这里面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个重点 而且要搭配辅助键 搭配辅助键 然后这只能在手机上面 这只能在电脑上面呈现